我们也知道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 两位都在电影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其中虎哥先生的作品是马上要上映了 南方这段聚会 而易烊千奇的作品 《少年的你现在正在热言》当中 而且得到了很多的好评 我相信你也感受到了 您自己对于自己 在这一次电影当中的表演 您满意吗 我自己是觉得 还有很多需要补足的地方 对 表演对于你来说 在今天 在现在 在受到大家表扬了以后 对你来讲 它的重要性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因为以前就接触到演戏之后 发现演员是一个非常 需要值得尊重 而且分量非常重的这么一个 一个身份跟职业 然后现在有了这么一个 自己的第一个电影作品 然后就以后会对这方面 有更深的这个把握 是的 我相信任何热爱表演的人 都会在生活中吸取更多的力量 相信所有热爱才会转化成力量 我相信这个胡歌先生 是有更多的发言权的 您在您的电影 12月6号 南方车站聚会就要上映了 这部戏对您来讲 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来说 这部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我非常庆幸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并且我觉得我为这部戏付出的 和我看到所有的人为这部戏付出的 最终都会在大荧幕上呈现给观众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都会对得起观众 所以事实上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如果说《少男的你是》 它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那这一部您付出的代价 包括您身后的工作人员付出代价 都非常巨大的电影里面 您现在对它在12月6号上映 是满怀期待和很有信心的 当然满怀期待 同时也很有信心 那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告诉广大的观众 一直在关心我们作品的观众 在12月6号手印当天 我们电影会在逃票票上 会为大家准备黄金场次 限量的电影票 在线购票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每一个艺术家们 用热爱在为我们所有的作品当中 呈现了更多的欢乐